好我们正来看到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呢 今天是又新增了34间的外国企业还有实体 那么根据公布的这个联邦公报显示呢 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跟进行这个科技监控的大陆实体的 就包括了有这个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 还有新疆联海创制信息科技 利昂技术等等14家 而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家的这个支持大陆军事化企业的这个企业呢 也是同样榜上有名的 那么除了大陆之外呢 俄罗斯也有六家的实体被列入 还有加拿大、伊朗、黎巴嫩各两家 荷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韩、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英国 就连台湾也都有一家实体上榜 而这一家被列为台湾企业的呢 其实是杭州、华兰、维电子 也被美国指控是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活动 那么认为呢正在采购或是试图采购源自美国的商品 来支持大陆军事现代化 因此呢被美国列入了黑名单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呢是透过声明表示 他们坚定致力于采取强而有力果断的行动要来打击 在新疆侵犯人权或是利用美国技术 推动大陆破坏稳定的军事化的实体 那么另外一个焦点来看到呢 是这个欧盟外长波瑞尔和大陆的外长王毅 7月8号这一天呢是举行了视讯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呢大陆外交部是指出 波瑞尔呢他在这个会议上头是表示 欧方无意搞制度性的对抗 不认同新冷战和小圈子也无意使欧洲陷入不稳定 并且指出呢欧方不认同 基于国内法呢对他国实施单边的制裁 或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那么欧盟方面呢也坚持价值理念 但是尊重大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支持香港独立 而另一方面呢欧盟对外事务部 则是发出了新闻稿表示 波瑞尔和王毅呢在会中除了针对这个欧盟 针对全球人权制裁的制度和大陆 进行坦诚交流之外呢 波瑞尔也强调了这个欧盟对香港 还有新疆事态发展的一个担忧 波瑞尔说呢这个欧盟仍然呢 应该和大陆保持接触 而且这个沟通管道呢 也必须要开放 那么大陆方面呢是在会中 邀请了波瑞尔访华 那么欧盟方面也愿意 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呢 来举行一场欧中战略对话 而欧方也提到说 恢复欧中人权对话的重要性 那么这也是季七月五号 德国总理梅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宏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视讯会议之后呢 欧中的高层官员再度有了接触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白宫指出呢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又通话了 拜登告诉普丁呢 必须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在俄国境内的骇客组织 因为过去这一年以来呢 这些地点源自于俄罗斯的骇客组织 是针对不论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 都勒索了赎金 而且呢类似的这些攻击行动呢 不断的增加令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呢 就是前几个月有一次这个网路攻击 结果导致了 美国东岸呢重要的输油管关闭 那么这些骇客呢 他们的这个 他们其他的勒索赎金的目标 还包括了有市警局啦 医院还有民营的公司 拜登今天是表示呢 美国将会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来保护遭受骇客威胁的美国人民 还有一些重要的基础建设 先来听听拜登今天的最新回应 我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跟大家先生说 我中文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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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地方 那么 那一首封 我中文明愿 当时 他们给他们区域 你说几个月之后 会有避免 crimes 尔 ia 是 海地总统摩一世几天前在家中遭到了数名歹徒枪杀身亡 而第一夫人也是身受重伤 第一时间是送往了美国来救治 消息震惊全球 那么根据海地当地的媒体报道 负责调查总统摩一世遇刺案的法官是表示说 当中被捕的有两名海地裔的美籍嫌犯 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是这两位 他们都是美籍美国公民 他们说他们宣称他们只是帮这些枪手来担任翻译的角色 还声称这些人的任务是要逮捕摩一世 而并非将他杀害 那么海地的国家警察局长查尔斯 昨天是表示这起案件至少是有28个人设案 当中有26个人是哥伦比亚籍 那么另外两个人就是刚刚画面当中 这两位他们是海地裔的美国公民 包括这两名美国人在内呢 已经是有17人被捕了 还有三名哥伦比亚人被击毙 另外是有8人在逃 根据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呢 这两名被捕的美籍人士 其中一个人是35岁的索拉吉斯 另外一名是55岁的文森 那么有媒体呢就引述法官的报道 说呢这个这两个人表示说呢 他们在网路上头找到了这份翻译工作 法官说呢他们说自己是翻译人员 而且呢那项任务 他们所得知的是要执行一项 御审法官的命令说是要逮捕总统摩伊士 并非将他杀害 那么当中这个35岁的嫌犯索拉吉斯 就告诉海地当局 这些涉案的佣兵呢 大约是在三个月前来到了海地 而且呢当中有些人是从多名离家来入境的 整体事件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调查 讲到了美国呢 要来看到这个美国佛州这一栋冰海大楼 在上个月24号的时候是倒塌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截至当地时间10号的下午是累计 寻获了有79具的遗体 但是仍然是有62个人下落不明 那么友邦巴拉圭外交部长周四晚间就表示说呢 这个巴拉圭的第一夫人的姐妹苏菲亚 成为了最新巡获的罹难者之一 随着这个搜救工作进入了第16天 也确认到了这个罹难人数 目前是上升到了79人 那么上个星期天呢 这个救难人员是以这个爆破的方式 拆除了大楼残余的部分呢 也让这个搜寻的进度加速了 只是不幸的是呢 也只是找到更多的遗体 那巴拉圭第一夫人洛培斯莫雷拉呢 他的姐妹苏菲亚一家五口呢 也在这个倒塌的大楼当中 巴拉圭的外交部是表示呢 是已经寻获了苏菲亚夫妇 还有两个人的小女儿的遗体 不过呢 还有另外两名孩子和管家 仍然是下落不明 目前呢 搜救人员的搜救重点 是已经转为寻找遗体了 那么救难人员说呢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每个失踪者 好 接下来要看到呢 是这个G20的财长峰会 连续两天在威尼斯举行 根据呢最新版本的联合公报 与会的财长们是几乎 应该要加快向全世界各地来分配 新冠疫苗还有药物 以及这个筛检的试剂 但是其实呢 是没有新的实质承诺的 这个联合公报呢 其实预计明天会议 迈入尾声时才会发布 只是美国媒体呢 事先取得了文件 文件当中就显示说 这个G20的财长 虽然呢 是下定决心要让各地的疫情 尽快获得控制 但实际上呢 却没有做出新的实质承诺 要捐赠疫苗 但也没有提到要如何 在财务上支援这个世卫组织 共同主导的疫苗药物 还有这个筛检试剂 以及COVAX的计划 讲到疫苗 美国药厂辉瑞呢 日前就发出声明表示了 民众在完成接种完 两剂的辉瑞疫苗之后呢 免疫效果会逐渐的衰退 应该要来追加 接种第三剂 药厂呢说 他们在数个星期之内 就会向这个美国的FDA 来申请第三剂 追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但是就在辉瑞发出声明的 几个小时之后呢 FDA和美国的CDC 是罕见的发出了联合声明 表示美国民众呢 现在还不需要追加 施打第三剂的疫苗 就算有这个需要 也不应该由药商单独来发话 虽然呢 FDA和CDC联合指出 已经完整接种完疫苗的美国民众 目前还不需要加强第三剂 但是呢 辉瑞说 他们引用了是 以色列的卫生部数据指出呢 民众在接种完疫苗半年之后 预防这个染疫效果呢 就会开始衰退 尽管仍然是可以高度预防重症的发生 但是对于 染疫本身或是轻症的保护率呢 已经会从超过90%下降到64% 因此辉瑞就认为呢 在完整打完两剂疫苗之后的6到12个月之内呢 应该要追加第三剂 辉瑞也预期呢 追加第三剂 将会有效的对抗这个Delta变种病毒 最后一个焦点来看到是东南亚的疫情延烧哦 越南昨天是新增了1616例的本土病例 再度刷新了新记录 胡志明市呢 昨天新增的染疫人数则是继续居全越南之冠 总计有1200多人确诊 那么越南市已经连续两天 这个创下了新高记录了 当地最新一波的本土疫情呢 其实是从这个4月底开始爆发的 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有将近22,500人确诊了 不过同一天呢 有两批的疫苗运抵了越南 包括了他们自己采购的58万剂AZ疫苗 还有日本所捐赠的60万剂AZ疫苗 另外在印尼呢 昨天是宣布爪哇岛和巴厘岛以外的部分地区 将会实施紧急限制措施 以防疫情继续扮演 官员就表示说呢 这个苏门达腊岛还有加里曼丹岛和巴布亚省 一共15座城市将会实施 和爪哇岛巴厘岛类似的紧急措施 那官员也强调呢 将会为这个医护人员来追加施打疫苗 而印尼昨天通报新增有38,000多人确诊 还有871人病逝 而马来西亚呢 昨天是新增了有9,180起的确诊 也创下了单日的新高记录 累计确诊来到了81万大关 泰国昨天更宣布了首都曼谷还有其他9个省份 要实施7个小时的宵禁以及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 以防疫情蔓延也禁止非必要的出门远行 那如果非必要 晚间9点到隔天的凌晨4点钟 泰国人目前是不能外出的 那么你想要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有一个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看完影片之后呢也要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